國外發展的這個意願也提升了 那所以當時主要留學的國家還是以日本為主 當時去美國念書的學生 在日俱時期大概50年左右的時間 差不多是60位左右 我們這邊也有念出幾位日治時期的歸國學人 有第一位去美國念書的台灣留學生 李延寢先生以及杜聰明先生 也就是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以及我們台灣花蓮第一名選縣長楊仲晴先生 好那我們歡迎大家走入我們的第二個時期 也就是1945年到1980年代 這個時期呢就是台灣光復跟中美光交之間的年代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當時的年輕學子想要去美國念書 這個原理有非常多 一個是政治的因素 當時呢台灣的政治管控過年 還有經濟的一些差異跟美國差距過大 還有台灣的研究機構並不是那麼的工作 最後呢就是當時的一個留學崩棄的一個壓力 讓當時的年輕學子把出國念書 尤其是去美國念書當成一個人生的目標 當時1960年代的時候 台大校長 他曾經講過台大的一個教授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就是 大家應該很熟悉就是 來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 去美國 所以就可以反映出 當時學生的一個心態 他去美國留學呢 有三個管道 第一個管道就是自費 自己投措學費或者是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費